明星来上海 无论是歌手看演唱会 演员为新电影电视剧来站台 还是外国友人来做宣传 最快跟咱们上海粉丝拉近关系的方子呢 就是学一两句上海话啦 那大明星的上海话到底讲的怎么样 咱们可以一起去验验货 按我讲呢 虽然呢 他们的上海话有点洋青帮 但是现学现卖的本身是 哈在精 2015年2月底人气王黎峰 时隔七年再次回到上海开唱 可得用弟弟道道的上海话 好好办个晚年 新意快乐 恭喜发誓 恭喜发誓 拿来了 我还真的是有带一些 3月14日白色情人节 产后终于复出的梁静如 将个人巡回演唱会首站选在了上海 歌迷热情高涨 现场分分钟开启万人KTV模式 愧为舞台许久 梁静如用几句上海话 瞬间拉近了与歌迷的距离 虽然发音有点怪怪的 但不妨碍歌迷们照单全收的热情 2015年4月 林俊杰也向2015内地群回演唱会首站选在了上海 且一开就是两场 嘉宾大有看点 美人灵心如钢走 财字里荣耗就来了 但林俊杰来上海开唱 最重要的还是拉拢当地的粉丝老婆们 天言蜜语走起来 那 开心吗 开心 林俊杰的老婆们 你们开心吗 阮金天是土生土长的宝岛人 不过因为在上海连拍三部电影 小田顺世学了不少上海话呢 而看起来上海的夜宵 让他有点念念不忘哦 听了不少杨金帮 咱们来听听上海明星的家乡话 一月四日为了给重返萤幕的一代宗师三弟吆喝 一向神秘的王家卫也变得清明了起来 上海运打个两名门门的香港上海了 今宵是两名的英语 这个一个是大集 所以呢就是 大家新年 好 好不好 好 听哭哭的墨镜王讲家乡话真是不多见 今年二月 封闭拍摄《迷月传》的孙力抽空看了场电影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电评器好有热一家的表现 娘娘的家乡话张口就来 没听够是吧 2015年人气大长的郑凯 也是弟弟道道的上海小嫩 上海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三K 开局非常不错 可接下去就 希望大家 关注 我们的新电影《牛中你爱我》 我真的太久没说了 矮马说了一半就无法坚持了 你要我们说你什么好呢 但是郑凯明确表示自己不服 调整好状态 主动接受上海话绕口令挑战 再来一条啊 快点 快点 苗里面 大家好 我又回来了 同为上海小嫩 戴娇倩一灯台 一口流利的上海话 让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是倍感亲切 戏中来自台湾地区的老公 温生豪也不甘示弱 老公一出场就大摆洋相 戴娇倩决定来个当面 教夫 原来戴娇倩之一不在教学 在乎语气外号呀 不过戴娇倩还不打算就自把书 作为上海滩这首歌曲的原唱 叶琳一再超过三十个国家灯台演唱 发唱片超过八十张 从事演艺工作至今四十多年 也许命中注定这首上海的歌 就该属于叶琳一 含流席卷亚洲 中国画流行世界 少女时代云儿的中文进步很快 2015年年初到上海初期活动的云儿 入乡随俗 上海花学的有模有样 但是最后却被记者小小地捉弄了一番 云儿 用一个词语来形容自己吧 今年三月 韩星扎堆来上海 凭借韩剧继承者们中的坏小子一角 金玉冰在中国攒足了人气 好 有请女兵来到我们现场 Hello 在上海举办粉丝见面会的金玉冰 为了感谢媒体支持 主动用上海话致谢 想要 远东方神器成员金俊秀 顶着一头眨眼的蓝色头发 大方是爱上海粉丝 韩国组合CNBLUE的主唱郑融合 也到上海开演唱会了 上海龙虎 上海龙虎 大家好 我是中龙虎 新闻在线 中好报道